欢迎收看凤凰说 斗罗大陆这部改编自知名小说的电视剧 在开播以后风评两集 许多原著和动画迷纷纷表示 无法接受电视剧版的斗罗大陆 可以理解就像当年的仙剑几下传 许多游戏迷也无法接受剧版的改编 电视剧版的斗罗大陆为了通过审查 在预算有限的状况下 原著作者唐家三少同意做了许多改编 有趣的剧情仍然吸引了许多粉丝 喜欢剧中别剧特色的人物 团队的友谊默契和热血非凡的剧情 上次我们介绍了斗罗大陆的七位主演 史兰克七怪 这一次将介绍剧中其他有趣的人物 许多人是令你意外深藏不露的知名演员 内容尽量不爆雷 不过会带到部分剧情 五魂变异的大师本应拥有蓝电霸王龙 最后却成了永远只有二魂环的罗三炮主人 明明是狗还经常被误认为是猪 不过大师从不放弃人生 致力于五魂理论的研究 可以说是团队的军师不可或缺的灵魂人物 饰演大师的是陈一如 今年40岁 出道前陈一如本人就像大师一样深藏不露 当年是台湾高中第一志愿建国中学毕业 后来前往加拿大念书 还当过大学助教 因参加了温哥华当地的选拔活动 获得冠军才踏入演艺圈 25岁时以台湾偶像团体飞轮海出道 陈一如早期在台湾演出 终极一般一系列的电视剧走红 在剧中饰演男二号王亚瑟 是一位能使用石中剑作为武器的人物 后来在爱四百会 爱情闯进门 我爱幸运七等偶像剧中担任男一号 过去在飞轮海中 相较于汪东城 无尊 炎亚伦 陈一如是一些人觉得外形比较不突出的一位 但是凭着这几年的默默耕耘 还练就了一身剑状肌肉 可以说是越老越帅 这一次在《斗罗大陆》中 不但展现了身材 也将大师这位人物诠释得非常生动 让他的演技受到了肯定 在去年陈一如也宣布和台湾演员曾知乔结婚 一头乱法看似非常爱钱的史兰科学院院长兰德 搞笑的外表下 其实拥有一颗正直善良的心 坚持不依靠任何势力的办学理念 对学生们无怨无悔的付出 是一位有着好爸爸形象的可靠院长 饰演兰德的是邱星智 今年52岁 是一位成名多年的台湾自身演员 不要看他在剧中扮演着搞笑又缺钱的老头 邱星智年轻时可以说是当红小生 经常在古装剧中饰演男一号 除了外形 邱星智的演技更是备受肯定 过去曾经以电视剧笨小孩 也就是台版的阿甘正传 饰演一位大家眼中的迟缓低能儿 生动诠释了一位不平凡小人物的故事 以此获得了金钟奖最佳男主角 邱星智也曾在新环朱格格中 饰演威风凛凛的乾隆帝 这几年拍摄了许多中国大陆的电视剧 像是鹤立华庭中个性耿直的当朝官员录音 拥有五魂赤火龙攻击力十分强的柳二龙 是一位有个性又十分帅气的女子 还有每次亮出五魂战斗丸 都得换一套衣服的有趣设定 也因为这个缘故 当年和大师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心想和大师修成正果 饰演柳二龙的是张文 今年34岁 毕业自上海戏剧学院 外形颇为清新亮眼 在一些戏中也经常有美艳的扮相 张文在去年曾经演过一个非常知名的角色 就是三声三是《枕上书》中的超级魔王boss 战斗力特强的魔尊渺络 散发着杀气与红光 和柳二龙一样杀气腾腾 张文经常演出反派 像是去年在孙丽主演的《安家》中 饰演一位绿茶婊小三知否小姐 早年也在《克拉恋人》中演过叶琪 是一位不择手段的女子 不过张文也曾在《古剑奇弹2》中 演出样貌楚楚可怜的《易卿时姐》 美貌少女组 胡烈娜独孤艳 胡烈娜在剧中有着冷艳的外形 孤僻的个性 平常不跟大家一起行动 独来独往 嘴巴上说喜欢戴木白 才加入的史兰克 有着深不可测的身份和背景 饰演胡烈娜的饰演员黄灿灿 今年26岁 黄灿灿在学生时期是一位超级名人 曾经以一组樱花树下的写真照片 走红网路 被网友们封为五大校花五大女神 黄灿灿过去曾在白发中 饰演一位心思深沉的杀手 有着比较冷酷阴沉的形象 也在去年的离人心上中 饰演一位个性大大咧咧的侠女 苏楠楠 是一位个性单纯又十分有正义感的千金 家中充满蛇婆龙公 独斗罗一系列可怕的长辈 独孤艳可以说是凡人 不敢随便招惹的对象 不过独孤艳外形轻心脱俗 拥有一颗善良之心 在剧中戏份不多 却十分讨人喜欢 饰演独孤艳的是人亲纳姆 今年只有22岁 外形和剧中的独孤艳一样 非常清新亮眼 人亲纳姆是一位新人 19岁的时候演出电影 又是一年3月3 扮演一位广西的质朴少女杜娟 也曾在东方女儿国中 饰演聪慧的央金拉姆 青年才郡主 戴维士 玉天恒 叶至秋 太龙 雪清河 邪月 戴木白的凶狠哥哥 新罗王国的皇子戴维士 尽管只有四魂魂 却拥有超过魂宗的能力 个性很辣无亲 对弟弟也是十分冷酷 是一位刚愎自用的人物 饰演戴维士的是杜骏泽 今年42岁 外形高大挺拔 英俊帅气 尽管年过40 看起来还是十分年轻 杜骏泽曾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 饰演一族的大皇子黎苑 是一个充满邪气 一心想复仇的人物 早期也在新龙门客栈里 饰演笑芳妃 玉天恒是大师的侄子 拥有超强的五魂蓝殿霸王龙 也是天斗皇家学院第一战队的队长 本身是一位个性正直爽壤的男孩 曾经想招募戴木百合堂三 加入天斗皇家战队 饰演玉天恒的是李德馨 今年23岁 过去参加过综艺节目 哥哥别闹啦 是一位演艺圈的新人 所以没有太多作品 网路上的资讯也相当少 外形看起来是一位豪放不羁的汉子 身份沉迷五魂也沉迷的叶之秋 总是不知不觉就解决了对手 和堂三初期的关系是亦敌亦友 是聚重一个非常神秘的人物 饰演叶之秋的是王亦凡 今年32岁 和演员朱一龙是同班同学 但过去作品不多 曾演出过魅者吴江中的 《血连教带教主兰若》 以及《小风暴之时间的玫瑰中的孙黎》 和他对打的泰龙 则是由于安饰演 曾在清云年中饰演侍卫谈舞 天斗王国太子雪清禾 虽然只有双红环 但看似聪明过人运筹帷幄 积极拉拢史兰克学院 达到自己的目的 饰演雪清禾的是包博宇 今年29岁 过去演出的作品不多 《有最美的青春》 《我的同学是备胎》等 《武魂殿队长协乐》 个性凶残也极为自负 名言就是《武魂殿战队》 只有我一人 不过协乐的能力非常非常强 可以说是在年轻一辈中 有着几乎无人能敌的实力 饰演协乐的是李济阳 今年30岁 外形清新 和剧中的气质差异不小 过去曾参加过《我们的选择》 和来宾柳言深情互动 不过目前并没有 其他知名的代表作 《超强斗罗组》 唐三的父亲 潜藏在圣魂村当一名铁匠的唐浩 其实真实的身份 是一位浩天斗罗 多年来执着于妻子的死 似乎秘密的从事 不为人知的活动 饰演唐浩的是钟正涛 今年将满68岁 是一位非常资深的香港艺人 年轻时以歌手的身份走红 是温娜乐队的主音歌手 也演出过不少电视剧和电影 是早年非常红火的一位明星 五魂店的九魂环 橘斗罗 也是魂师学院大赛的裁判 形式不是很正派 似乎有着不为人知的阴谋 一心想要戴墓白当自己的徒弟 不惜迷倒大家 展露超人实力 饰演橘斗罗的是温生豪 今年43岁 大学一年级时参加模特比赛 因而加入经纪公司 开始担任模特 28岁的时候 演出《危险心灵》中的数学老师 开始收到瞩目 踏上了演员之路 后来以《败犬女王》中 深情的学长宋云浩一脚大受欢迎 气势甚至直逼难以好 2010年的《犀利人妻》 这部当时爆红的电视剧 温生豪演出的剧中男主 劈腿人夫温瑞凡 也让他大大走红 温生豪近年来 再次演出《我们与恶的距离》 这一出身负社会意义的电视剧 获得广大好评 温生豪也一举获得 金钟奖戏剧节目男配角奖 是多年来很受欢迎 演技也备受肯定的台湾演员 上三宗七宝琉璃塔宁家的长老 五魂是剑 拥有九魂环的剑斗罗 对于欧斯克拼命救走 宁荣荣有相当好的印象 也是宁荣荣口中的剑爷爷 个性似乎是一位搞笑的长辈 饰演剑爷爷的是周小川 剧中虽然被叫爷爷 其实本人只有38岁 是一位十分有型的新男 过去主要投身话剧演出 所以电视剧作品不多 曾演出气毒办案剧《冷暗》 饰演化学系教授陈丽 在剧中展现精湛的演技 独孤艳的爷爷 九魂环的独斗罗 依附着天斗皇家一曲的好的资源 出场时看起来杀气腾腾 气势惊人 后来发现他虽然年纪一大把 个性却十分搞笑 在唐三的帮忙下 最后决定保护唐三作为报答 饰演独斗罗的是刘娇欣 今年61岁 饰演爷爷辈的人物 可以说是十分合适 早年以中国地 西安事变等剧之名 也曾在《渔无深处》中 饰演国安侦察部处长 擅长饰演爱国将领的英勇角色 八魂环的魂斗罗 太龙的爷爷 当年曾被五魂殿追杀 被血腥亲王收留 和唐三的爸爸曾有一段故事 饰演泰坦的是演员张恒锐 今年30岁 身高216公分 体重140公斤 出身体育柔道世家 原本是一位篮球员 后来进入演艺圈成为演员 张恒锐曾经演出过庆域年中 体型高人一等的杀手陈巨树 这一次斗罗大陆中的泰坦巨猿 也是由张恒锐所饰演 省下了不少特效费用 长辈组 血腥亲王比比东 宁峰至十年 天斗王国的血腥亲王 看似拥有无比野心 因为儿子被揍 对史兰科学院 欺而不舍的阻挠 威胁力又样样来 甚至还买下了剧团 想拉拢欧斯克 饰演血腥亲王的是包小松 今年53岁 是早年台湾知名艺人 哥哥是包伟明 双胞胎弟弟是包小伯 三个人曾经组成偶像团体 包小松 也可以说是老了比较帅的一位明星 后来以节目评审和主持走红 并担任幕后制作 不是演员出生的他 这一次演出 可以说是很好的诠释了血腥亲王 阴森的神韵和强大的气场 武魂殿的首宗比比东 外形美艳 看似冷酷无情 不但位高权重 更是斗罗大陆上 极少数拥有双身武魂 武功又最强大的人 浑身也带着一股神秘感 饰演比比东的是猪猪 今年36岁 原著中比比东是斗罗道路上出名的美人 许多原著粉丝认为 剧版的比比东不够美 其实饰演者猪猪的时装照是挺美的 多年来都入选美国电影评论网站 公布的全球100张最美脸孔名单 猪猪近年来的作品 包含在《鹿顶记》中 饰演神龙教主夫人苏权 颇有首女的美艳风采 以及大情妇中的始皇帝生母赵姬 坠绪中的娄叔婉 宁荣荣的父亲宁峰智 七宝琉璃宗宗主 十分爱护女儿 不希望让她受伤害 而将她送到史兰克学院 在女儿坚持参战的状况下 也开明的放手 饰演宁峰智的是沈小海 今年49岁 不要看她现在一副大书样 年轻时候的沈小海 可以说是一位英俊小生 早年在张卫健的《机灵小不懂》中 饰演反派宁王 也在《金蝉思语》中饰演富裕书 扮演的人物几乎清一色都是反派 却受到了观众的欢迎 在近年火红的陈琴璃 又再度饰演了一位好色 又做了多端的宗主金光扇 可以说是反派专业户 十年表面上是苍辉学院的老师 实际上背后是未知的事例 拥有精神系武魂 擅长控制别人 出场时总是一身阴森诡异 十年用郭嘉诺饰演今年33岁 时装的他看起来十足是一位新男 还拥有健壮的身材 近年来的代表作 包含在清雲年中 饰演武功高强的河道人 以及在军事联盟中饰演张河 经常饰演硬汉类型的人物 看完了这些配角人物 观众也可以留言告诉我 你最喜欢谁呢 今天凤凰的介绍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您的留言鼓励对我来说 都是莫大的动力 欢迎订阅凤凰说频道 了解更多明星和电视剧